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统文化的教育是爱的教育 爱的教育体现在哪里 体现在心情上 就是 情 离记 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经典之业 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 别读的数字 也是日本古代的学者 非常重视其 这本书 开篇第一句话就是 无不敬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 一切的攻击 没有不够击的 在这一点上 日本还抱有 恭敬一切的生活传统 在日本 人们见面 都互相聚共 这就是 恭敬心的一个具体表现 恭敬心 其中 体现 在哪里 提现在尊丝中道 我们的宣言 得知于父母 所以 我们孝亲 所谓大小众生 母父母 我们的宣言 得知于老师 我们的宣言 得知于老师 这种小众生 result 这种婴 阿姨 我能不能继续